大家好 坎爷广播电台接着播音啊 给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问好了 这个现在是202010222112啊 晚上21点12分了 这个64啊 648964运动 有一个所谓的四君子啊 比较有名的是刘晓波啊 得了一个诺贝人奖 但是死在锦州监狱啊 肝癌 还有一个侯德剑啊 台湾的歌手 曾经和成林大陆的女歌星啊 他们俩曾经是夫妻 后来就分道扬镳 劳艳分飞 还有一位叫高新的 这位我不太熟 另外还有一位叫周舵的啊 这是所谓的广场绝食四君子 最终当戒严部队啊 突破重重的这个学生和市民的阻挡 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 就是这个四君子出面 代表广场上剩余的学生 来和戒严部队进行了一个谈判吧 或者叫沟通啊 最终啊 基本上还算和平 在广场范围内 应该这个死伤的人应该是数量是不多的啊 当然那天晚上整个北京是死伤了一些人 四君子后来就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了啊 这个侯德剑据说被大陆的安全部门啊 就是给他放到海峡中线 然后一艘渔船上 让他自己回台湾了 然后刘晓波大家都知道 后来搞零八宪章和那个于杰吧 啊那些作家啊等等很多人啊 最后零八宪章有一万多人签名 其中还有我认识的朋友签名的 最后没拿他怎么着 可能把前三百个人可能收拾了收拾 然后吓唬了吓唬找了找啊 他是比较靠后的 周舵啊现在又发表言论了 我跟大家聊一聊周舵的事啊 周舵说说的太对了 我反复说第一人性恶 第二人性恶是可以用制度来恶制的 这也是我的观点 我相信好的制度能把人性里边的恶 最大程度的压制下去 抑制下去或者给他转移掉啊 不好的制度独裁专制的会把人性的恶 发挥到一个极致啊 因为他不受制约 这就是他的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然后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法制和宪政 不是什么民主更不是平等啊 是法制和宪政 第三仅有制度远远不够 如果没有自觉的道德约束 人人都钻法律的空子 再严密的法网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说的非常对 因为任何即便多么严密的法律 他也是百密一书 百密一书 他总有空隙漏洞 你要想犯法很容易 对不对 但是如何在全社会营造一种 人人自觉守法的正向的良好的氛围 这个是中国目前特别缺的 主要还是这些贪官污吏 对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吗 中梁不正倒下来 上行下效 那么第四 道德如何建立和维护 就是社会制裁 其基础是一种公民之间相互监督 约束的社会契约 而这个契约又是建立在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之上的 公民社会是由各种民间组织和机构 支撑的一张大网 公民社会啊 由各种民间组织 公民组织 民间组织和机构 这一点中国大陆就没有 现在中国的政府 中国的government 中国的ccp 他不愿意让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 其实像当年我们搞业委会 政府和开发商物业公司联合起来打压我们 事实上中国政府这样也不明智 其实不一定不一定啊 不一定不确定不不非得导致不必然导致这些NGO 包括比如说环保组织 比如说包括防控艾滋病的组织 包括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包括我们的业委会 是吧 我们就必然导致会反政府吗 真不一定 但是政府就是不放心 就是不自信 他就不让你成立 那么既然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社会组织 就是你政府 那么老百姓出任何问题 都要找你政府 你政府就不能推卸责任 而中国人也永远不能成长 永远就是巨婴 对吗 这样的话对一个民族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对一个社会的进步是正向的吗 当然不是 对不对 那么第五 所有这些社会建构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 哪是制度决定论者 制度决定论者啊 天真幼稚的认为的那样 只要推翻旧制度 建立好制度就万事大吉了呢 就是关于中国未来要怎么走 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论断 比如说这种叫制度决定论 就是说中国现在一切的问题 都是因为中国的制度不好 改了制度都会好 我相信也不是 但制度它不好 确实压制住了社会很多积极因素 包括正气 正义 公平 公正 公开 透明 都出不来 对不对 还有一种叫国情论 还有的说叫素质论 其实大家都是忧国忧民 但是目前 是吧 你这个刀把子 枪杆子 印把子 笔杆子 是吧 是很无奈的 如果非要让我给20世纪 一个大概阔的话 我要说20世纪至21世纪初 就是现在啊 是左翼的灵力公式 左翼啊 全世界 像欧洲也是白左居多 美国也是啊 民主党 对不对 加灵力公式 左翼的 加后现代主义的兴起 导致现代文明由盛转衰的过程 左翼加后现代 两者其实是一回事 等于经济上的平等压倒了效率 加政治上民主侵蚀了自由 加文化上进步主义摧毁了传统 加外来多元文化取代基督教主流文化 所谓多元文化 将来就乱了伊斯兰的啊 无神论的佛教的 我认为欧美国家还是要高举 要重视或者叫强大基督教文化 是吧 不然的话就宗教战争了 那你既然到欧美国家来 你就应该尊崇人家的文化主流 而不是你另搞一套 或者你想跟人家反客为主 这是不对的 这股强大势力正在用 一不受任何约束的 放纵不法的绝对自由 二走极端的 人人平等 结果平等 三穷人和弱势群体 统治的民粹主义 四无止境的 求心求意的进步主义 这四条大棒 横扫以上所说 现代文明的所有的社会建构 导致整个西方社会 愈演愈烈的 政治松懈 道德崩坏和混乱失序 我觉得周舵先生说的挺好的 我把这段文字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发表高论高见 谢谢